掌握市场周期 霍尔马克思是有名的价值投资大师 他也来台湾过 我突然觉得说 燕丽姐我还在那里面都在分享读书 感觉读书行为 因为我们现代人很多人觉得看文字很吃力 用听的比较容易学习 然后霍尔马克思这位投资大师 他虽然是美国人 可是他在外国的时候修了日本的残学 所以他觉得这世界上是无常的 无常就会有循环 外国人很少有无常的概念 他既然会有循环的周期 但金融市场也一定是无常的 所以会产生周期 所以他对周期跟心理变化特别的感兴趣 这本掌握市场周期 因为大师有来过台湾 所以我还要请他签名 如果你没空看这本书 都要记得看他的推荐序 因为推荐序是我写的 好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摘要 首先红色这一个部分 红色这个部分是股价的合理价值 也就是所谓内在价值 长期下来内在价值是会增长的 因为2005年的时候 我退伍回来的时候 台股市5000点 现在已经是1万多了 不管怎么样 杀成怎么样 都跟当时比 现在都高很多 没错 那股市呢 它会低于内在价值 也会超过内在价值 所以它会有涨有跌 那再往上的地方就是超涨 往下面它就是超跌 嗯 理解 所以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在超跌的时候买进 超涨的时候卖出就赚钱了 理论上 实际上一般人都是超涨的时候 才决定要进场 然后等到超跌的时候 几乎都已经卖光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样子呢 就是因为心态的关系 因为红色 你看在ABCD EFG 红色就是热关 一开始刚涨的时候 是少部分的人 发现好转 大部分人半信半疑 所以股市在半信半疑中成长 涨上去的时候 大多数的投资人都很热关 愿意承受风险 然后缺乏经验投资人 就会入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 前两年的少年股神 然后还有大家在喊台积电的时候 会越喊越乐观 然后还有甚至 我记得几年前是 千元股只有3000金 去年到9000金 因为大部分资金就进去了 然后过头的时候 只有少部分的投资人 会发现状况不佳 接着它就循环就掉下来了 但极端泡沫的时候 理性的投资人不用分析 只要看旁边的 有没有疯狂就够了 例如这一次来讲 除了像 航运股 然后除了像 晶片股 还有像涨到最过头的时候 最后一波涨的都是金融股 还有像 数位货币 加密货币 NFT 几乎一大堆人都冲进去做 对不对 到极端泡沫的状况 真的 你跟别人讲是没有用的 它不会理你的 它只会觉得你没赚到钱 所以才会再酸它 但实际上不是 那就是极端泡沫 那投资人其实对上涨 反应不足 对下跌的憧憬 会反应过度 所以投资人要记得 大部分的投资人 对上涨反应不足 所以要涨的时候 你要买相对地点有点困难 对下跌会反应过度 因为你怕亏钱 正常人都会怕亏钱 每个人都怕亏钱 天生冷静的投资人 不太会受到影响 那如果你是一个 情感丰富的投资人 你就需要靠你的自制力了 对 以前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学生就讲 只能办我情感很丰富 那就是定期定额吗 但前提还是要选到好股票吧 对所以我们要确认 我们只要确认 你第一个是市场心态位置 你用心态位置 来处在相对低等 你的成本就降低 第二个是你要选择标的 那过去我们其实讲标的比较多 那这一次正好因为 从今年到现在股市都下跌 所以我们可以再讲一些 心态的关系 例如像悲观区 悲观区的时候 你看就是这样 ABC 然后当低调到这个1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面倒的悲观心态 大家只会问情况恶化到什么地步 所有的讯息出来都以负面解读 而1掉到F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害怕未来不确定 我们不知道通膨会不会变得很严重 不知道连准会不会再升息 不知道会不会再缩表 不知道金颜代工厂的资本支付会不会过度 会不会晶片产能过剩 消费性电子大家都没有人要买了 所以大部分人觉得未来不确定 所以很多人在这时候会抓紧现金 因为当不确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现金是亡 在高点的时候你会觉得现金是垃圾 但是实际上来讲 在这个时候因为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有持股 可能持续亏损的心理压力 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困惑 会让人模仿其他卖出场的人 所以有的人就讲 我就先卖一下 低点我再接回来就好了 在相对低点的时候别人就开始 这是理论上 但实际上来讲 也很少人做到 那等到他从F开始上升到G这个点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因为对前一波下跌的冲击 心有余悸 只有少部分人会发现市场好转 因为投资人会对下跌反应过度 所以你的心理会被到受到一个冲击 这就是悲观趋着心理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空头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部分人都觉得好转 只有很好 然后只有少部分人觉得怪怪的 第二阶段就是低到一是 大部分人都知道状况不好 最惨的时候是大部分人只会觉得越来越糟 所以之前我都会问一下 我们现在在哪个阶段 现场做调查嘛 对对对 大家觉得在哪个阶段 其实你看新闻媒体你也看得出来 因为标题就写 投资人亏了多少钱 谁被套牢了 目标价不断的下移 这几个东西 那你就可以确认 起码我们不是在这里 如果不是在这里的话 你只要在相对低点 用类似定期定额方式去接 你没有买在最高点 买在相对低点就好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想说 你如何利用心理状况 来做积极或者是防御 什么叫做积极或防御 积极就是买更多股票 放更少现金 防御就是你卖出持股 换更多的现金 所以只要低于内在价值的状况下 你就是要建立积极的部位 增加投资比用 减少现金 相对高点的时候 你要增加防御的部位 让你现金比重 增加 然后下杀的时候 你要避开这一段击杀 你只要避开这一段 到后面的地方 你就可以接刀子 并且加码 然后记得不要借钱 不要认为股票 一定会V型反转 以往其实常常V型反转 对不对 那以往V型反转 最常出现的状况就是 联主会降息 印钞票 去前年吗 对前年嘛 然后2008的时候也是 可是现在状况是缩表 然后升息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你觉得会像以前 一样V型反转 那你可能怕会头痛 因为市场可能在 你破产之后 还维持不理性的状态 我忍不住想要打岔 我觉得你这段讲得太好了 因为我最近 跟一些法人圈的朋友 在聊天 像就有一两位法人认为 第四季会V型反转 但有些法人认为 这里大概跌升 会反弹一段 然后再往下杀 因为市场的变数真的很多 我觉得投资人 特别是理财小班 他们连预测行情的能力 大部分都没有了 更何况要去想说 到底会不会V型 所以现阶段的策略就是 等一下是要给他们 干脆一些直接的建议 很简单 只要我们的市场气氛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 最新影片哦